NBA 2K, Winning, FIFA 每年一到九月,機迷都要開球 三大籃球足球遊戲已經準備好了 今年會怎樣選? 我們就找來HERO 籃球隊 三位球迷兼機迷一起選 無論有一點,都一定有一班人 固定會死手在My Platform 例如我自己最誇張的時間 是由晚上10點開始打 打到第二天8點幾9點 阿錦所說的My Part 可以說是籃球遊戲NBA 2K 近年最多人玩的模式 在這個網上模式,玩家就扮演一個球員 可以自由與朋友組隊打街場 要鍛鍊新手,提升能力,和學習新招式 賺了錢還可以買衣服買鞋,轉個形象 它本身有賣拍,但賣拍更加擴展到 像GTA一樣 在這個世界裡,你可以做健身 你可以去賭場 今集賣拍就變了開放的世界 整個城鎮讓你四處走 更多設施,商店四處遊覽 已經變了一款運動的RPG遊戲 難怪Brian試過打2K太投入 而得罪女朋友 當時前女友不停想和我聊天 不停在他旁邊和我聊天 我一開始就認了他 是嗎?今天好玩喔? 其實我已經很緊張 大佬3打3在打,落後幾分 總之說完了,但突然間 我忍不住了 我做了一個行為,我一生都後悔 我沒有說話,我只是... 就是這個... 哇,他馬上氣得不說話,轉身走了 幾個大男人當然要即席挑機啦 今集射球有能量棒 較容易掌握出手點 亦多了全球的動作 不喜歡上網打的玩家 就可以試試新的All Time經典隊 公牛就有Rose配搭佐敦 新舊球迷都有Feel 同場亦試玩了Winning新一集的PES 2018 以及即將推出的Fever 100試玩版 這球比得好,寫得有可惜 你這個比波要個很好的硬件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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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ng今集有Keyman和五家謙 做廣東話的旁術 還收錄了阿冠杯的球隊 港超聯球隊,東方龍師都有參戰 有得用葉鵬徽手籠 Fever目前只有試玩版 勝在近年的動作就越做越真實和流暢 而且就收錄了真實的球隊比較多 英超和德甲都齊了 操控性的Fever是順暢很多的 立刻的感覺和流暢度 但是Winning好的地方當然有Keyman 有Keyman 一踏下去那種很熟悉的感覺 Winning其實也是壟斷遊戲市場一段時間的 那時候遊戲機譜很流行的一個版本 就是改到所有的中文篷術 中文BOSS 中文名字 但是你說畫面呢 我現在就這樣看了 我都當作一隻新遊戲 我就喜歡Winning多一點 很簡單 在最後都是看你的朋友玩這隻頭而已 這隻很好玩 但是只有你一個玩也沒意思